中国女排目前正在宁波北伦进行封闭集训 备战今年9月份进行的巴黎奥运会女排预选赛以及杭州亚运会 由于今年排球赛事比较多 中国排鞋不久之前还组织了中国女排二队封闭集训 当时中国排鞋只是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张照片 教练组成员以及球员具体名单并没有对外公布 近日中国女排二队终于关圈了主教练人选以及22名集训球员具体名单 从辽宁女排主教练岗位下课的争议人物赵勇成为了中国女排二队主教练 这多少还是有些让人意外 毕竟赵勇执教辽宁女排时就争议不断 本次出了中国女排二队主教练 赵勇的压力不小 而22名集训球员则是由在排超联赛中表现出色的五大新兴领衔 此前中国女排二队合影中有争议人物赵勇的身影 不过大家都认为他是球队助理教练 实际上赵勇是本届中国女排二队主教练 赵勇迎来了重新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 赵勇执教辽宁女排多年 不过球队在最近几个赛季表现并不好 本赛季他们在排超联赛中 甚至遭遇到了尴尬的七连败 辽宁女排俱乐部高层最终忍无科人 做出了换帅的决定 日本级教练及前命名成为辽宁女排新一任主教练 赵勇则是黯然下课 赵勇执教辽宁女排期间一直饱受外界质疑 主要原因自然就是球队成绩不好 不过虽然赵勇在球迷们当中的口碑不好 但是他在专业人士眼里却是一位优秀教练员 此前还有消息称 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 有意让赵勇去国家队指导复工训练 不过最终排起领导 还是决定让赵勇担任中国女排二队主教练 赵勇有望带队参加今年一些亚洲级别比赛 赵勇的执教能力得到官方认可 这对赵勇来说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中国女排二队22名集训大名单 目前已出炉 在本赛季排超联赛 有着出色表现的杨家 万紫月 陈希月 曾介雅 谢盛与五大新星西数入选中国女排二队集训大名单 杨家和万紫月是江苏女排复工位置双子星 两人担任江苏女排主力已经有两个赛季了 表现相当不错 两人的升级条件非常出众 进入国家二队之后 两人能够得到复工出身赵勇的专门指导 相信杨家 万紫月的水平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来自山东女排的谢盛宇 本赛季成为山东女排主二传 她的表现非常惊艳 能够离亚国家队球员蔡雅倩 梅孝涵成为山东队主二传 其潜力自然是不言而喻 有机会到国家队打球 谢盛宇迎来展现自己实力的绝佳机会 除了江苏女排双子星杨家 万紫月 山东女排姐盛宇之外 这将女排主攻守陈希月和陈希月和副公曾介雅 也进入中国女排二队 要知道陈希月和曾介雅 年初还入选了国家队大名单 虽然没有参加在宁波北伦进行的封闭集序 但从两人入选国家队大名单 也可以看出来 陈希月和曾介雅被外界一致看好 陈希月和曾介雅在浙江女排也是主力球员 两人的表现非常出色 主攻守陈希月的技术相对比较全面 身高194公分的她在联赛中主戒一传 这在年轻球员还是不多见的 如果陈希月能够最终打出来 这对中国女排来说是一件幸事 主攻守的水平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 此外浙江女排复工曾介雅也入选年初国家队大名单 曾介雅也是高大型复工 是国家队重点培养对象 期待曾介雅在国家二队能表现得更好 除了排超联赛表现出色的五大新型之外 北京女排的单林线 江苏女排的范伯宁等年轻球员也都悉数入选 期待中国女排二队在今年的国际赛场上有更好的表现